要说现在的电视音频上谁最忙啊 贾青应该算得上一位 从去年开始 少年四大名鼓 妻子的谎言等等 电视剧的一路热播 让贾青的演技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出道十年的时间了 一路是那么低调 而且居然零绯闻 拼命几乎成了贾青的一个代名词 我们的记者这次到横店探班 他的新戏叫这个武神赵子龙 深深体会到了贾青 他是有夺拼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身红色盔甲马尾高高竖起 此番在新戏《武神赵子龙》当中 贾青饰演了一位英气十足的女将军 看惯了他女人味儿的角色 乍一下五刀弄剑起来 还真的有那么点金国英雄的气魄 现在横店是三十几度 然后我穿的衣服里面 有大概五层吧 再加这个盔甲 然后再加外头这个外皮 基本上冬天穿这样都会觉得有点热 现在 那今天已经湿透了吗 完全湿透 太热了 不仅高温把贾青整得很崩溃 舞蹈弄枪也常常让他画彩 但大打咧咧的贾青也根本没想那么多 我这个手 我这个手这里有一个疤就是拍打戏拍的 然后昨天还受伤了 就说这个是小伤了 一路从选秀的舞台走到今天 从歌手转型为演员 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横跨九大卫视 承包了整个跨年党的电视音频 而中间吃了多少苦 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了 女人还是要靠自己的 女人有了自己的事业 感情才会更稳定 今年已经28岁的他 就像普通女孩一样 也开始承受父母催婚的压力 前面就贾青大方承认自己已经恋爱了 小鲜肉 圈内人等关键词 也让这段感情备受关注 你知道人很奇怪的 就是在你很幸福很开心的时候 反而会有一些担心 就是担心幸福来得太快 可能会转瞬即逝 有了新天地 努力的女孩运气总不会太差 横店独家采访不到 其实假新说的对 每个人都是要靠自己的 你只关努力盛开 清风自然会来